中国的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和奋斗 如今在各个领域均有了不俗的成就 比如说舰艇建造 战机研发 航天工程 导弹研发等等 其中中国的东风家族可谓是备受外界关注 此外国外很多国家还十分关注我国的长征运载火箭 毕竟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如今中国长征系列拥有四代19种型号 其中还包括我国最新研发的大型液体捆绑式运载火箭长征五号 当然除此之外 我国还在积极打造全新一代重型火箭长征九号 此前在2019年已经对该火箭 以及火箭燃气发生器涡轮泵连试验取得成功 因此也让多个国家对我国的这枚百灯火箭引起高度重视 毕竟对于中国而言 目前东风四一的威力已经让西方国家压力山大 如果将东风四一的火箭助推器更换为长久的火箭发动机 那么开导弹将会成为超远程洲际战略核长兼备导弹 届时不仅仅射程会有所增加 同时飞行速度也会有所提升 要知道东风四一的最高飞行速度大约在25马赫左右 如果这一想法能够成功实施 那么不仅仅是东风四一 东风家族的整体实力均会再度上升一个台阶 对此美国曾经宣称 我国已经开始着手研发北新之光的新型洲际导弹 而且该导弹的射程大约在24000公里左右 并且能携带数十枚核弹头 对此我国并没有对其进行任何回应 毕竟这只不过是美国的一种另类的手法而已 究其原因无非就是美国认为 长久一旦问世之后 真正实力将会超过该国的土星五号 毕竟该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10吨左右 曾经在阿波罗登月计划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可是长久的近地轨道发射能力 可以达到140吨左右 因此一旦该火箭问世将会是美国的噩梦 毕竟在美国看来 该火箭的问世就意味着中国将会向着超远程火箭更进一步 为此也会让美国本土面临极大的威胁 可以说这也是美国的担心之处 再加上该国一直不希望其他国家在各个领域能超越自己 因此才会进行种种宣扬 当然更重要的是 美国十分担心我国会将所谓的北星之光导弹对本土发动打击 因此一旦长久问世 可能会是美国军方的噩梦 值得关注的是 我国目前研发长久 是为了进行下一步航天探索 并非是要将其应用在导弹领域 不得不说美国此举颇有一种危言耸听的感觉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